1937年 保长客乡艰辛的金绍山 在一鸣日龙之际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黄尘根 想在明陵云集 声歌繁华的京师之地 为自己开辟出一个 更为广阔的舞台 艺术才智 这三位大家 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鼎立三分 他们三位都比较全面 新月三 1937年二月份 从上海返回北京 金绍山到了北京之后 前门火车站下车 几乎北京的黎原界的名流 全到上小云的谭小培 这些黎原行的名领全到了 金绍山先生来到北京 我们奉了这个黎原公会的委派 打着旗子到北京前门车站去接他 那里都嚷嚷动了 都知道金绍山是金霸王 金嗓子 黄中大理 威震上海 而且嗓音呢 特别洪亮 传说的都挺好 我们没有见过 这次来嘛 正好 一时间 金绍山回京八台 成为黎原行内行外 奔走传说的话题 人们以高度的热情 关注着这位 红透江南半边天的金霸王 记者的宣传也很多 到了以后他先不唱戏 他迟迟的不确定在哪上戏 也不确定什么时候唱 这就是金绍山 在经过几年江湖闯连 他有经验的地方 这个角是越憋越红了 这个他不用动员记者们吵 小报记者们就自然而然就吵 开始吵了 整天在吵 金霸王今天到哪去了 到哪去买鼻烟了 到哪去买鸟了 金霸王家里养着什么狗 一天到晚 他今天到哪去吃饭了 就这些新闻 就天天追着上 那就越吵越热 越吵越热 他这样 闷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 当整个北京城的金绍山 什么时候唱 要唱什么戏 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的焦点的时候 他出手了 此时的北京黎远航 由于同锤人才的匮乏 进行风骚 已被架子花毒战 郝寿臣 郝喜瑞 病时缺嫁 领袖京剧花脸行当 盛名十余年 令人惊讶的是 金绍山选定的三天打炮戏 头天上演的 居然就是郝寿臣和侯喜瑞 都上演的连环套 头一天就是连环套 这个斗尔敦 这除了猴就是好 除了好就是猴 你这个金绍山贴这个连环套 是不是有点搬门弄斧 这出气呢 应当是架子花脸脸的 连环套 大家都知道是郝如晨的 为他首席 他在北京打炮 就是在华乐 也就是后来 新中国时期的大正剧场 这个决定比金绍山 深圳乌瓦的大嗓门 更具有轰动效应 而且金绍山还将演出地点 选在了郝寿臣经常演出的 华乐戏园 人们争相一睹 金霸王将如何在 好猴两位斗尔敦的眼皮子底下 道出那卷中的玉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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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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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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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着李宗盛 又抛出了一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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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李宗盛 和同一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